第一次要回答 新北雙溪虎報潭 傳出多人落水失蹤意外 有大人也有小孩 搜救期續到晚上 暴漲的溪水相當团急 警察出動不停用手電筒 找尋仍舊失蹤的兩大四小 其中年紀最小的小朋友才八歲 甚至也已經派人到下游攔沙吧 持續搜索 哪怕看到一個人影都好 中總組不管 消防隊在太平林活動中心 設立前進指揮所 而本來在對岸待舊的 還有九大四小 總共13人 也已經協助引導脫困 抵達壽山宮 幸好安全無餘 但更祈禱的是 失聯的人能有好消息 根據警銷提供現場照片 當時不慎落水的民眾 疑似就是從古道旁跌落 16號下午4點多 瑞芳分局就接獲通報 指出在新北雙溪虎報潭 有多位民眾遭到洪水沖走 立刻派遣超過30名的警銷 前往救援 幸運貨就裹著棉被的 就是這次帶隊的老師 根據瞭解 這一團總共有31人 本來是參加自然體驗課程 由社區居民自主相約出遊上課 原本行程路線是要過蘇子壩以後 往虎報潭古道前往太平路21號 但當時因為雨勢過大 一行人半路想折返 結果隊伍前方有大人帶的小朋友 海市不小心落水 TVBS訓練田佳慶 吳居嫌郭穎 郭穎 江俊彥 羅伊CSN區小組 新北市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